大家好,我是安晓辉 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的tpt上也没有自我介绍页 我有三个标签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第一个,我是一个程序员 曾经做过十几年的开发 来做过研发的管理 在做程序员之后 主要是用C++, Qt, 还有安卓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scaler 半达半达到英文很多 写过两本跟基础相关的书 一个是Qtd on Android 核心变成 一个是Qtp的核心变成 就是程序员这个身份 还有一个身份 我是一个职业文化师 我后来只玩了一个 给自己多加一个角色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程序员 直到三多岁会觉得 嗯,是不是这样开心 是不是这样开心 是不是这样开心 啊,好多网上去吧 好多网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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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个身份 是杰鲁马师 我们大概帮助有 两百多位来自像 包括我们也有阿米的头 阿米的头 有这个快手的 尤其是各种各样 IBI 然后都有 大概有两百多 也都做个咨询 超过五百多小时的 这样一个咨询 这是我第二个身份 杰鲁马师 第三个身份 我是一个作家 就是,除了记录的书 还写过职场面 包括程序员和成长课 大网巨员 包括了还有一本最新的 现在大概十二个 可能会出来 希望副业赚钱之道 跟我们今天讲的话 也是有关的 但是我用了 大概有六点写的七本书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简单的 先照给自己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讲我们的第二时间 先试一下这个翻线笔 这个模型 我们让大家有查过 叫Demits模型 这是我们在某一个技术方向上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模型 有一本书 做开发的 你们会看过 叫程序员的思维修炼 是安迪二 他写的一本书 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 是把我们对一种技能的掌握程度 回去分类 有新手 高级新手 还有这个胜任者 精工者 和专家 他做了这样一个分类 每个分类 就是在这种技能上 会有一个比例 新手一般小于10% 然后高级新手 大概在55%到60% 受认者 大概15% 再往上精通 专家 可能就更少了 好 我们在简历当中 大家经常会写 我精通加了 精通C++ 然后我精通 这个OC 各种精通 我发现这个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的简历里面 都会写一个精通 可以对照一下 跟这个比例 是不是适合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在你所用的技术 我们在场 可能有很多的技术 有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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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像某一个变成语言 或者你用的某个框架 需要几年时间 然后就可以达到 一个生日的一个程度 比如说你日常的工作 那就可以高定 受任吗 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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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个月 好 并僅 大螺 大螺 我们讲的设计 反映的是 你能够独立地去搞定 你工作当中的 学大部分问题 你能够去 比方说UKLA来讲 你可能这个时候 你已经能够 应用各种各样的设计模式 来做出更好的 这是在生日级别的 在精通的话 你会比这个会更高 会有一个全局的思维 在专家的话就会更高 一般来讲 你三个月能胜任 这可能是你在 原来的某个领域 已经是很高 然后就写了一个心 很快就用你原来的这种 底层的思维 然后就切换过来 就可以搞定你这些东西 一般来讲 你作为一个新人你可能需要 三年 两年 这算是比较快的 三年 五年 OK 再进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座各位 你的薪水 每年都能 大概能涨百分之十吗 能不能 平均每年能涨百分之十 我看你人在谈讨还是认识的 为什么说百分之十呢 现在跟M2有关 M2 就是一个广义的货币 它每年我们国家会放税 大概就在百分之八左右 像二年那个八年在百分之十几 所以就是它那个池子变大 你备动的 你也能提升 假如我今天没长进 OK 你们就是降薪啊 大概就降了好多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你每年可能都能保持这样一个增速 你的薪水才没有停滞 才是 就是 稍稍有一点增长 如果说 你每年都能保持M2的增速 那这样的增速 你就会能保持几年了 对吧 所以就是这么几个问题 请大家思考一下 这是我们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的 就是 第一个问题 技术的问题 你在某一个技术上 我可以再一下 你说我在这个 Hazoo用了三年 然后呢 有另外一个人用了五年 然后另外一个人 OK 你们两个差别在哪儿 对吧 假如说再过几年 这个人用了五年 那个人用了十年 差别在哪儿 有没有明显的差别 或者说 在老板的角度看 看过来 会觉得 这个 三年的和这个八年的 有很大的差别吗 对吧 或者说 比如说 在一些做安卓的人用开发 你说 我对一视频 然后很精通啊 然后我对下面的 什么 2D的渲染 然后我对Sky 然后对其看过去 我很精通啊 但是在老板 一家做应用的公司里面 老板会看到这些吗 他可能看不到 有很多 很多的技术层面 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工作了十年 你在这个方向上 有可能你工作了八年十年 然后在老板的眼里面 他可能觉得 嗯 跟三讲的差不多 好 要么就是你真的很厉害 老板没看出来 要么就是 你其实 也经过在三年四年的水平 然后不断地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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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重复 到了后面 其实就是一些 数研头的一个增加 然后表现出来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 所以这是我们在进入两个店里的一种问题 包括自己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像我在2008年 2009年的时候 我是 开始用这个Qt 然后来做 开发 开发互联网的这种 电视盒子 所以是比较早的 类似现在的小米盒子 当时是用现实的Linux 然后再加上Qt 再加上一些 一些驱动 然后把老板和这个相关的去做 大概做到 一三年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我会的东西 然后我后边带来的同事 干了一两年 基本上也都会了 对吧 因为你后来 基本上 硬件搞定了之后 上面基本上都是用软件 然后做用软件 就好像你会的 有些东西也 也不太有功 然后呢 你搭个界面 可能有的人 真的三个月可以 给你唱作了 然后呢 可能写的代码 才有雅 可能再提升一下 再过了一年 可能就给你唱作了 那我的能力在哪呢 然后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 老大就觉得 哎呦 这个按照我的这个 好像性价也太低了 没议价了 对吧 那后来呢 后来呢 就是因为我其实在这块做的时间 比较久 然后呢 就有一些机会 经常的会跟别人去价 因为如果你在人当作的比较久 那就会有两个方面的优势 一个就是 你可能在某一个技术上 哎 又有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 你可能在业务上 对吧 然后你比较熟悉 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有很多的 就会给别人去价东西 对吧 新来的人 肯定啊 找一个问 对吧 这个业务就回这儿 然后他有一些技术搞不定 他就会找一个机会 那个技术就回这儿 对吧 那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了很丰盛的机会 然后我就想办法 把我知道的东西 交给别人 然后我在公司内容呢 会去开发一些课程 包括签字中心的课程 还有一些其他的课程 我就讲给大家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电话 在来的一种能力 叫做 能管实际 对 讲授的能力 讲工学的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 我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比如说 你可以跟客户去演示 对吧 然后你可以跟产品一起伺计 对吧 就各种各样的 新的技术都来了 所以综合的这个竞争力 就上涨了 也是方位技术 我还能说 我还能讲 也压起来 这个就更强 这个我们讲的 能力的第二曲线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 在某个技术方向上有平静 可以再找一个能备 结合起来 组合起来 哪个综合学院 你的综合竞争力就上涨了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从市场的 从客人的收入角度上来讲 其实我们的收入还主要是 以外于工作收入 有发工资 没工资了 可能几个月以后不下去了 对吧 这种时候呢 其实是不太安全的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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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要说的 就是说 当你的收入 只有一个来源的时候 是经济器重大 这也是为什么 那多人会觉得 一般你不要动 对吧 找好下家再跳 这种情况 然后 如果万一被裁员了 OK 那可能就是会经历一个 几个月的痛苦之期 但实际上 你在上班的时候呢 是还可以构建出来的 收入的第二曲线 像我来讲 自从我 叠加了 讲授的能力之后 后来就会有 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我在后来的话 我会把我讲的东西 我会写出来 所以就写了书 写了书之后 有板税 然后写书之后呢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 在这个圈子里面 就有人认识你了 很多知道我的人 都一从我的书知道的 然后呢 你有了书之后 你就可以做课程 做了课程之后呢 你可以卖课 原来我就是 跟我的媳妇说 我就可能慢慢要 变成一个行走的帮盘 帮盘要非常有的课 还有呢 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在夜里时间 写书做课 这个这部分收入 所以呢 就构建出来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 第二收入的 这样的一个曲线 比如我有一些 副业的收入 有了这个之后呢 后来呢 我就 等长了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 自由职业了 我是不是这个状态 我在2017年7月5号 然后呢 我就离开了 蓝公司 对 上下公司 然后呢 就自由职业了 比较幸福的是 活到了现在 没有死掉了 所以这是 如果说 你在 你的第二收入 收入构建起来 或者你有一些 新的能力 构建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就拥有了 选择权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定 如果说 你没有选择权的时候 就是别人选择你 比如说 OK 你现在现在 没有密件了 一天先走吧 别走 好 所以这样 包括我像 我媳妇 我媳妇不在这儿 好 我现在在IBM IBM 2019年才采了几次 他们会有一批 我媳妇现在来 她当时被采了 然后呢 基本上她在上班 IBM也是 拿过优秀的员工 还是拿过什么 优秀的 但是一批在工作上 然后突然被采了 出来的时候就摸了 然后没有其他的能力 在找工作的时候 像我的人 我是80年的 今年马上要奔死了 所以在你找工作的时候 很尴尬 然后你就想找一个轻松的 别人要你 996的 007的 这些受不了 所以在这种时候 然后还有一分钟 睡下 没得起特别 对 就比较大 所以我就是要转型 要不转型 要不转型 要不测诚呢 做心理自诠师 然后到现在 然后还没有回目 然后天天在家焦虑 但如果说 你往前看一看 我在还没有 我预见到这种危机的时候 之前 对吧 提前判断了 好 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收入不在增长 或者我个人的价值不在增长 这个时候去判断一下 OK 我可能过了两年三年 我觉得我这个就要到平静了 我就提前准备啊 我发展一些其他的能力 发展一些其他的渠道 那我是不是就 可以更从容地去面对 这个 忽然到来的 有一些噩耗 是吧 对对对对 有可能性 这个刚刚进行法呢 是 现在插播广告 这个是我的新书 《副业赚钱之道》里面的 一个方法 大概12点上市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 对吧 可以加我的个人的微信 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件共同群 这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三个 一个是 能力的变而曲线 你在公司里面 你要想不停地往前走 不停地受到重用 你的能力一定是要不停地去叠加 不停地有综合的复合的进程力量 这样的话 就像企业一样 不停地有新产业 不停地往前走 就像企业一样的进程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讲的收入第二期限 这个你可以重构你的收入结构 然后你可以 活得更久 然后 哪怕说 体液把你串 你还可以活下来 对吧 会比较从容 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 腰本可以挺得直一点 对吧 老子还有一份 是能力第二期限 对吧 然后呢 还介绍了一个脏话剂的动法 你可以去提前预判 你每半年 或者每一年 你可能就要分析一下自己 我是不是在某个方面 要倒进去吗 我是不是要提前做准备 可以做突破 这样的话 你时刻就保持警醒 不会因为我到了一个比较安逸的平台 因为我又 安逸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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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你可能 在某一时正道 就是一个黑天的事件 就把你搞死了 搞死了 搞死了 好 这是我今天来分享的 第二期限 爱好 三部的内容 谢谢大家